谁也没想到,2024年对于中国影视界来说,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。 在这一年,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如璀璨星辰般闪耀,而其中,赵丽颖凭借其卓越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,成功斩获飞天桨,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 赵丽颖她是一个从草根一路拼搏走来的演员,用她的坚持与执着,书写了一部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从出设演艺圈的懵懂新人,到如今备受赞誉的实力演员,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踏实。 多年来,她塑造了无数个鲜活的角色,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注入了灵魂,让观众们为之动容。 此次获得飞天奖,无疑是对她演艺生涯的高度认可。 她身着华美的礼服,眼神中透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与喜悦。 这个奖项,不仅仅是对她一部作品的肯定,更是对她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。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,赵丽颖的声音微微颤抖,眼中闪烁着泪光。 她感谢了每一位与她合作过的导演、演员和工作人员,感谢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付出与支持。 她也感谢了一直以来支持她的观众们,使他们的喜爱与鼓励,让她有了不断前进的动力。 她的话语真挚而感人,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她的真诚与感恩之心。 赵丽颖的获奖,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耀,更是中国影视界的一大盛事。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,只要有梦想、有追求,并为之付出努力,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她的成功也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,让他们相信,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,只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,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。 飞天奖,作为中国电视剧领域的最高奖项之一,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。 赵丽颖能够获得这个奖项,充分证明了她的演技实力和艺术魅力。 她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了广泛的赞誉,也在国际上赢得了不少的关注。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为中国影视文化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,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成长与进步。 她不断地挑战自我,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,从古装剧到现代剧,从柔弱女子到坚强独立的女性形象,她都能够演艺地淋漓尽致。 她用自己的作品传递着正能量,让人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,也能够从中汲取力量,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挑战。 这个奖项,将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,激励着她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。 相信在她的努力下,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优秀的作品,她也将为中国影视界的发展,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家人们,喜欢看赵丽颖饰演的影视剧吗?关注我,带你了解更多明星故事。